我配的主要的角色就是郑志龙 那郑志龙有很多戏是跟他儿子的对话 那父子之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那就会产生一些所谓的戏剧上的一些火花 那在彼此对话的当中 因为我们现在是这部戏是采用一起录音的这种方式 所以在讲话的语气 那另外一位这个同事我们叫配音员 他说话的语气会影响就是我回应他的语气 所以在这个父子之间的对话当中 他既是这个一个爸爸的角色 可是他又是一个权力欲望者 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说他就可能会做出一些 这个比较不择手段的事情 但是他的小孩当然是不太赞同了 所以彼此就会有一些冲突 跟这个儿子在对话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拿捏这个 好像并不想跟儿子 他毕竟还是个父亲 不想跟儿子这个起一个这个反感的 可是他又要这个坚守他自己的立场 那儿子是当然是最后是看不惯父亲的一些作为 那儿子那冲突戏的话就很有表演的空间了 因为是广播剧的没有画面 就要用自己的表演方式来诠释这个角色 其实我个人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但是呢经过这个导演的解说 他说了他的个性 他的心态什么的 我只要抓到这个他的一个个性心态 我就会想办法就是用一个 就是一个同理性 来去这个诠释他 所以在说话的当中的语气 不能把它当作坏人来配 有一些层次在里面 就是他可能要表现出他的权力欲望的感觉 但是又不能把它变成一个那种 大魔王的那种恶人 这个就是在拿捏的时候 可能我会在这里面特别的注意 这个广播剧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因为现在疫情也稍微和缓一点 那这部戏我们是用这个一起收音的方式 当然没有全员到齐 但是一场戏里面所有的角色大概都会在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就有一些这个实际当下的互动 因为在表演方面 如果说你只是自说自话 没有一个另外一个角色跟你回馈 你可能跟他对话的那个情绪 可能会有一点点落差 但是在广播剧 这次的广播剧 我们是就一起收音 就是那就不是单收 而是群收 就是群体我们群收 所以在这个在诠释的时候 在演绎的时候 彼此之间的对话就比较有活化 但是这个后续的发展怎么样呢 就我们就来期待广播剧的内容 再见